前幾天有小伙伴直信說要講講印第安人 那麼今天他來了 有位伐木工曾經說過 美國因每10分鐘殺一名印第安人 而這位伐木工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總統林肯 事實上不只是他 被雕刻在總統山上的幾位都差不多 華盛頓城下令讓士兵們從印第安人的臀部開始剝皮 因為只有內養才能做出高的長筒學 美國必須滅絕印第安人 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美國如此仇視印第安人呢?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們才是美洲大陸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是邪惡的入侵者 1620年11月21日 五月花號翻船 帶著100多名英國清教徒抵達了美洲 自此印第安人長達400年的悲劇 拉開了序幕 起初這些歐洲人並不適應美洲的環境 很快就有半數人死於飢餓和疾病 但這時好心的印第安首領給他們送來了物資 並教會了他們如何在這裡種植玉米和狩獵 讓他們得以幸存下來 於是在第二年豐收的時候 他們進行了長達三天的慶祝和狂歡 並將這一天冠以了感恩節的名號 感謝上帝讓他們活了下來 至於印第安人 不好意思不熟 從此這些歐洲人們就在這裡定居下來 但隨著時間推移 這些移民越來越多 印第安人們也很快就發現 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 似乎正在慢慢地霸佔著自己的土地 這也導致兩族的矛盾日益激化 因為煙草和皮毛貿易 這些歐洲人很快就積累了一筆原始財富 豐厚的利潤也引來了更多的移民 隨著他們的實力不斷增長 他們開始不再滿足現有的財富 於是將目標放在印第安人身上 開始大肆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 兩週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爭 不過在早期的戰爭中 印第安人因為熟知地形加上漢不畏死 這些殖民者們一時間被打得節節敗退 因為這些殖民者們分布散漫 有西班牙、英國、荷蘭等等 他們的合作相當脆弱 很難像印第安人一樣團結合作 但很快這些狡詐的歐洲人們就想到了辦法 他們開始慢慢地和其他殖民地聯合 美利堅合眾國也是在那時候出具出行的 而另一方面他們以土地財富奴隸為籌碼 開始不斷地風化拉攏印第安部落 並聯合他們一起攻擊其他印第安部落 以此來挑撥惡化各印第安部落之間的關係 這時的印第安人們開始慢慢地被殖民者牽著鼻子走 但他們還有一戰之力 直到後來美國爆發獨立戰爭 局勢徹底扭轉 為了控制印第安人的數量 美國開始大肆屠殺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 美洲野牛 轉眼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 北美野牛從一千萬多頭 銳減到了兩萬頭 野牛的減少導致了印第安人 徹底失去了肉類和保暖的衣物來源 於是印第安人開始在飢寒交迫中 經歷了治安時刻 諷刺的是2016年 北美野牛卻被奧巴馬正式確定為美國國壽 只能說美國的標識都特別具備諷刺意義 而他們對印第安人做的可不止於此 1814年 美國政府正式頒布了獎勵規定 每一張12歲以上的男性印第安人頭皮可以換取100美元 印第安婦女和兒童可以換取50美元 自此印第安人人口銳減 徹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可以說當時的每一個美國人都罪孽深重 到了1930年 印第安人的人數從500萬銳減到了20萬 也有說法是從3000萬銳減至80萬 就這樣 印第安人從一個原本自由的民族 淪為了被圈養的保留人種 即便到了現在 這些印第安人依舊生活在水深火落之中 有1.9%的印第安人活在貧困縣之下 三分之一的印第安婦女曾遭受過性侵 遠遠高於美國婦女 所以有時候真不知道 美國如今為何能如此厚言無恥地指責他人 借用魯信先生的一句話 他們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 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 真要令我笑死